大家好,我是小陈 今儿个这天是不能上山了 因为今天这号天上山容易丢 因为听说是台风下暴雨 现在台风还没看见雨是在下 但是还没有到暴雨那个级别 就是下那种小毛毛雨似的 就是一直不停 下的还挺有劲 风现在多少刮了一点不严重 今年这地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往常年 就是多少年都没听说过这边刮台风 今年这刮两回了 上一回是那个8号台风 这会是9号又路过这 那个8号台风是刮到那个梅河口的时候就没有了 现在这次这个 刚才我出来的时候看那个预报 说是已经刮到那个陆水河了 那就离我们这地方已经很近了 带你们看看我们这现在这个雨的情况 暴雨呢 现在是还没有看见 但是就这种小毛毛雨 看 这种下的不大不小的 跟下雾似的 这个雨就是一天都没停了 一直都在下 下来挺有劲的 然后你看人城这个城镇里面 是比我们那个村里面那个绿化是要强的 它这小花啥的挺不错的吧 城镇的绿化还是比村里面要好一些 完了这个路也要比村里面要好一些 村里面现在是泥巴路 然后人家镇里面现在就是这种水泥路 要好不少 哎呀 这好天不上山你说鸡人不鸡人呢 我们这边现在已经开始准备抗战台风了 今年很神奇 以前的时候就是东北这个地方 多少年都没听说过有台风啊 有暴雨啊什么的 今年是两回了 一会儿八号一会儿九号 两个台风都落过这 所以说今年是挺 挺特别的一年 这一下雨什么的 尤其现在这个时间段 一下雨什么的就着急 你着急也没有办法 你这种天你不能说 顶风冒雨的上山吧 上山 还有可能弄包的东西 还有可能丢 所以说是不合适的 着急也得在家待着 幼儿园什么的都通知了放假 就是说有暴雨来袭嘛 通知了放假 现在已经开始起风了 听到了吧 所以说我现在得赶紧往家走了 别一会儿把我刮走了 去给人把劲发了 然后就回家 我们人要下暴雨了 怎么办呢 其实没什么大事 山这么多 树那么多 一般挡一挡它就没有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转发 关注一下 拜拜